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對生命呢 了解會比較有整體性 這是我大概我自己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我們第一場呢 談的是陽暗如絕的未來 那麼為什麼談的部分是因為 天安門廣場孔子鄉樹立起來的 然後呢在中國大陸也在全世界呢 設立孔子學院 那麼第二場就剛剛這樣 我們請王老師來談主題 第三場談一心開二門 大聖啟稀論 那麼第四場我們要想要談基因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要談這個大聖啟稀論呢 因為在大聖啟稀論在中國國學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書面 也就是說在印度國學呢 它基本上啊 它是認為這個人心啊 是妄心 就是虛無的 是無常的 但是在中國來講啊 它認為心啊是橫長的 所以呢 一個是妄心系統 一個是真心系統 真常心系統的書面呢 就是大聖啟稀論 而大聖啟稀論裡面 它要談怎麼樣開出 比如說一個真入門 一個生命門 這兩個部分 如果能開得出 我們才不至於不沾鍋 就是敢淨出人間事 只要不要被染著就可以了 這是在佛學上的一個論說 那麼呢 在以後在我們外開展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 希望能夠對我們自己 所謂的肉體的那個 內部的那個結構 基因的部分呢 來做一個了解 所以今天真是很 很臭小 沒想到多年失散的四兄弟紀念記 現在出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給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久沒參加 謝謝 因為王老師還沒到喔 他希望是這樣子喔 因為今天大概就是 我想一定是塞車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這個中原橋 也會塞 他希望我們 你把 有關於 這一次的主題是 道不遠人得待人親 各位想要知道什麼 是不是可以先把它請下來 你看他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喔 王老師說他希望他少說一點 因為單向的說啊 通常就比較不容易 讓鼻子之間有一個 更大的一個了解 所以如果說能夠採取 互動的方式 我想會好一點 那麼我們就 大概用個幾分鐘的時間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要知道些什麼 我想問什麼 先把它請下來 然後待會的時候呢 王老師來了 我們也去直接提問題 他直接回答 我想這樣子啊 所謂的互動 跟中國建築一樣 內外互動 這樣效果也好一點 好不好 那各位就先啊 想一想 那我這邊也等一下有尺 如果需要的話 跟我要一下 好不好 那是這個暫時 你們稍微等一下 通常前面的位置 都不太喜歡做的 因為我們前面就 買幾個木頭人放在前面 呵呵呵 也請問一下 沒有請問一下 謝謝 谢谢大家